5月27日,电影《三成记》在京举办首场发布会 导演张婉婷,兼职罗启瑞,携刘青云,汤唯,秦海璐,景博然,黄爵,全阵容亮相 这是影片杀青后首次对外揭开神秘面纱 也是主创们在拍摄完成后的首次奇剧 在片中演一对姐弟恋人的景博然和秦海璐 现场演绎了电影中挑鸡蛋的片段 面对被调侃的不好意思的秦海璐 景博然大方献上一个雄豹,让她更加脸红 美媒都笑了 当然了,我也很客气 你经验也不少 他特别有经验,其实 他特别有经验 都是老手 其实我们的爱情还是挺深刻的 其实不比情歌跟 我们也算是旷世绝恋 爱情只有两种结果 一种是大圆满,一种就是胜利死别 而刘青云和汤维这对旷世绝恋的伴侣 也还原了男女主角打鸟枪定情的场面 刘青云将端着枪的汤维环抱在怀中 引起全场欢呼 片中暗恋汤维多年的裁缝黄爵 则在发布会上圆没 现场为女神汤维量了腰围 据悉,电影《三陈记》取材自成龙父母的真实经历 主要讲述两段爱情故事 影片将于2015年9月全国上映 酷了娱乐北京报道 请订阅一下 请订阅点赞 订阅 请订阅点赞 订阅点赞 订阅 订阅 转费